严亚伦今年6月遭网红妖乐指控 在他未成年时强制性交偷拍等罪遭到起诉 不过检察官认为罪证不足 确定不起诉严亚伦 案件终于告一段落 不过丑闻曝光后他形象大受影响 演艺工作全面暂停 让他收入锐减 其实他就突然在社群上贴出一款 精品蓝色旅行包 写下全新割爱 并打算以8万元售出 而这款包包原价将近14万台币 严亚伦已经对着价格售出 让不免联想他是否经济陷入困难 不过严亚伦已经将该则现实动态删除 而之后严亚伦也回应很单纯的帮朋友的 不用脑补太多 其实很多事情讲到完全坦白 就会知道事情本身无聊 意外引起讨论 不过严格团的事 我说是不可爱的 就是不可爱的 也有想不可爱的 不可爱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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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可爱的